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点减二 好,我们先来想一想 看,这里一共有84个蛋蛋瓜 李大爷先运走了40个 接着呢,王叔叔运走了26个 问我们还剩多少个蛋瓜呢? 同学们,你们想一想会做吗? 好,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一学 方法一,我们可以从总个数中 一次减去两个人运走的个数 我们看,总个数是84 先减去李大爷的运走的40个 用84-4,10 接着再减去王叔叔运走的26个 4-4-0和4 8-4和4 11 接着再减去王叔叔 运走的26个 4-6 tend着5 不够 向前见1 14-6 双8 3-2 双8 3-2 双1 最后等于18 看前法我们是不是从左到右依次计算呢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方法二 先算出一共运走多少大南瓜 再算还剩多少个 我们先算出 李爷爷和王叔叔一共运走多少个呢 就是40加26 我们列出数式计算 注意各位和各位对齐 十位和十位对齐 从各位算起 0加6等于6 2加4等于66 所以用一共的84减去66个 同样我们列数式计算 84减66 这里4减6减不进 加前减1 14减6 减8 7减6 得1 还剩18个 还剩18个 同学们你们会方法二了吗 好了我们看 我们还 我们用了 84减40减16 4减6算出来了还剩18个 我们还用了 先算出一共运走的多少个 再用总数减缺运走的多少个 也求出来了还剩18个 所以我们就解答完毕了 答还剩18个 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练一练吧 87减26减39 怎么算呢 对 从左只有第一次计算 87减26列数式 注意各位和各位对齐 十位和十位对齐 先算7减6 得1 再算8减2 得6 然后呢 我们再用 然后呢 我们再用61 减39 同样各位与各位对齐 十位与十位对齐 先从各位开始算齐 1减9不够减 像十位借1当时 11减9得2 26被借走了一个1 还是5 5减3等于2 所以呢 87减26 再减39 等于22 同学们你们做对了吗 做连减算式的时候 然后我们可以从左至右依次计算 变数式的时候要注意 各位和各位对齐 十位和十位对齐 再进行计算 好了同学们 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 下面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 所学的内容吧 计算连减式题时 要按照从左往右的顺序 依次计算 在列数式时呢 可以写成一个数式 能口算的 也可以直接口算 不用写数式 好了同学们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节课再见